大家好 今天是6月2日 星期五是6月份第二个交易天 股市有惊喜 而且升势相对比较明显 先看指数 恒指今早先是高开350点 去到18,566点 这一刻已经轻轻高过昨天的高位 18,456 之后有少少拉脚 一度轻轻低见18,548 但是没什么沽压之余 买盘开始浸浸的涌现 而且步伐还是比较急 结果市况就越升越有 去到下午的时段 指数更加高见19,024点 相对昨天的收市来说 这一分钟是急升了808点 但技术上也收复了10天的平均移动线 先看今个月的形态 最低是昨天的18,190点 暂时最高是今天下午的19,024 即是今个月的指数 暂时出现了先低后高的形态 波幅有834点 首先 一个月的高低位 是绝对不可能同时出现在两个交易天之内 加上834点的波幅 也不可能满足到整个月的要求 即是在6月份剩下的交易天 理论上一定有更大的波幅点 让我们见得到 按照现在这个势头来说 既然是先低而口高 而指数也咬着10天线 即是有理由相信 形态和技术上是有利后市 作进一步的退胜 因为始终现在距离 今个月的低位18,190 是真是比较远 到底这个市 向上限 可以看到多少呢 我们从两方面来计 第一 移动线那方面 如果指数能够 站在10天线 坐着水平 或者咬着10天线 第一 不需要担心 明天会市底 第二 只要买本稍微勇一点 指数是可以进一步挑战20天线 大概19,378点 坐着水平 这是移动线方面的看法 第二件事就从一个波幅那边来计算 因为这个浪跌浪的起步点 是4月17日的高位 20,864 由这刻开始 一直跌到5月31日的低位18,044 在6个星期之内 指数是跌了多少呢 是28,20点 经过28,20点的跌幅 市反弹三分一 今天已经到了 好 如果反弹28,20点的二分之一 那是怎么计算呢 二分之一 指数要升上19,400 亦等同要试一试 20天平均而弄洩 好了 波幅和移动市 方面的分析已经讲述了 剩下来 市场要靠什么呢 靠成交金额 靠动力 如果成交金额 够的 动力是够的 市场就可以 可以进一步 稳步的上升 但都不知了 如果成交架 突然间缩细的话 你真的没有动力了 没有动力的 就算你不跌回头 你高台只是整固 和反复 是这样的 传统来说 六月是绝的 因为五穷六绝 到七思翻新 但我说了很多次 今年由二月开始 已经穷了 二月先高后低 三月是 四月是 五月是 即是连续四个月 跌足四个月 由二月份开始穷 不用到五月才穷 所以 去到六月份 只要没什么特别坏的 消息出来 理论上好仓大戶 稍微有点反击 市已经可以出现 明显的反弹 但我想说 这一阵只是反弹 不是一个升浪的开始 而且始终来说 真的要看成交禁压 技术上 今天的市 咬住了十天线 但距离 上面二十 五十 一百 甚至乎二百 五十天线 还有很远 大市要进一步向上攀升 除了看指数 一直咬住了十天线之外 还要看什么 看成交禁压 至于升市有哪些股份 推动 不用说 腾讯 巴巴 或者 其他的成份股 包括邮邦 汇控 中行 公行 建行 评保 这些主要成份股 跟风是可以的 大注就无谓了 大家好 今天是6月2号 星期五 股市经过昨天的一点点的整股之后 今天 终于出现一个明显的上升 而且升幅也比较 厉害的 我们先看看那个指数 早点恒生指数先高开350点到18,566点 曾经少为整股而低渐18,548点 可是没有再进一步下行 反而在买盘不断出现之下 股市一步一步的上去 到下午回来 指数已经曾经一度 大幅度上升 8808点到 19,024点 当然 股市的上升也轻轻的 升破了10天线 从计算来看 虽然说 今天的部分是走得比较快 可是有一点大家留意 就是相对昨天的低位是 18,190点看起来 这个月暂时已经出现一个先低而后高 当然一个月的高低位是绝对不可能同时出现在两个交易天之内 还有 88,34点的波幅也不可能满足整个月的要求 所以 在 6月份信下的交易天 应该有更大的波幅点给我们看到 也可以这样说 只要先低后高走势不变的话 从18,190点开始的上升 我觉得还是会进一步往上寻找高位的 好了 再看移动线方面 指数既然能够 稍微深破10天线 再往下看看 一定是 20天线 大概在19,378点 当然 成交方面能不能够配 这个很重要 股市上去要是动力 稍微不配的话 那个上升的动力一定会受到亏限的 好了 接着股市 从4月17号的高位 20,864点开始的回调 到 5月31号的低位 18,044点 等于说在6个星期之内 指数一共回调 28,20点 既然现在从 18,044点开始的反弹 明显已经是 已经深破了19,000点 而且 也抓着10天线左右水平 我们可以算一下 经过28,20点的下调之后 要是股市能够反弹 这个跌幅的三分之一的话 其实现在已经做到了 要是股市能够反弹 这个28,20点的跌幅的一半的话 那指数更加可以进一步往上是 19,400点左右 等于说 股市 攻破10天线之后 再往下看 就是20天线 可是有一点还是比较担心的 现在差不多是6月第2个交易天 要是在6月初这个时间 股市走得比较快 而且升得比较 明显的话 那不要到月中 其实来说股市也可能会 会稍微消化跟增固 也不排除 会稍微反复的 毕竟现在不明的因素 还是相对比较多 6月份 到底会不会绝 看 今天的表现 好像是 不会太绝 可是现在才是6月份第2个交易天 我们 首先要留意 指数既然能够抓住10天线 只希望它能够一直维持在这个走势 一天 恒指能够还是走在10天线左右的话 说真的也不用担心 它会进一步往下 使低位 反而要是 指数 能够 站稳在10天线以上 要是成交方面不配合的话 那这个所谓 技术上反弹 后一个阶段的 变数 还是可能很大的 抓获小的朋友 暂时来说 就关闻就算了 抓获多的朋友 要是早前 跌到18000左右水平 真的有很大的压力的话 那现在好了 技术已经反弹到19000点 要不要稍微 减持一点点 就自己考虑清楚 好了 下午分期就说到这里 大家记得给like 留言 订阅 按下钟仔 还有分享给朋友 多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